婚姻是一个寻找珍爱的旅程 但是爱情路上总会有悲欢离合 以为找对人 别过身影 但是原来是错配 原来原去 珍惜过 怨恨过 有幸的话就可以长相厮守 不幸的就会伤痕累累 然后中途落车 继续沉默 渴望的幸福 可能更在紫赤 也可能要远走天涯 加到这世界边端 今回就由我 惠儿带大家向珍爱出发 由千年历史的德国古堡 走到北欧童话世界丹麦 再由神秘迷人的中东国度 回到港人庆空泰国 无论去到世界边端 多么意想不到的地方 都有我们香港女孩 为爱情冲破一切 嫁出去成为二乡人妻的故事 好地地在香港读到大学毕业 嫁到德国做游差? 德国不少点下雨 下雨已经很惨了 中间会下冰 我们踏单车 有点冰都打在你海面上 有没有觉得有点像是… 不要这样说 人家的乡事 也是 在全球最快乐的国家生活 是否一定是最快乐呢 这位丹麥香港人妻 嫁过来才发现现实原来充满讽刺 有一次突然有两个外国人 突然说… Cocca…Cocca…Go back to Thailand 对 但那一刻其实呆了 因为他真的没有我 你印象的亚洲人是很穷的国家 过来可能跟我老公结婚的 是为了我能够面照的 嫁到外国并不是住大屋养狗 在亚联邮都有劏房 这就是劏房? 亚联邮的劏房? 亚联邮的劏房 为了真爱 还改信伊斯兰教? 以前我就很冲 做伊斯兰教徒之后 可能我自己就… 开始就有心态有不同 因为我们不相信 阿娜为我们安排一切 说到尾 无论二乡人妻 生涯有多崎嶽 有时女人为了爱情 总是会豁出去 这一群太港恋 就因为一次误打误撞 港女去旅行 居然拆出了一段轰烈的子弟戀 我会觉得爱情真是自己争取的 是 一定要冲 不冲就什么都没有 其实有很多容易地戀 为什么? 香港有这么多百万人 我每天走出铜锣湾 走出中环 我都看到这么多男人 我硬是不是那个 为什么我会去到地球另一边的那个 做人媳妇甚艰难 做以向人妻就更加难 语言不通 也不知如何应付来自火星的老爷 这个你老爷? 这个老爷真的很厉害 和完全不知道她说什么的奶奶 我喜欢说话 婆式关系加上文化差异 这回真是世纪大战 还有教儿子分歧呢? 洋人老公禁止我们的港妈 逼儿子女赢在起跑线 非常紧张 我在门口吞地 让别人看到 别人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老公就会说 你理得别人怎么想 我都没有意思 事情来自身 一种烈女港妈 又如何管好她们的家呢? 接下来一年十集 我们出发尋找 嫁到世界不同角落的 港女人妻故事 真爱可能就在天涯海角 终于来到我尋妻之旅 得获的这一集 我有很多东西想问这群人妻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她们可以有这么大的勇气 嫁到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还有要踏出这一步 其实需要牺牲的有多大 沉妻之旅第一站 我们来到德国西北部近荷兰边界 一个绝少有华人居住的小城 叫做明斯特·云斯特 这个城市还保留着中古时期的面貌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学城 有很多人来这里读书、进修 人口只有三十万 每个人又哉又哉 踩单车、上班、上学 生活就像去到另一个平行时空 要见到你了 很漂亮 你好, 欢迎来到德国 谢谢 谢谢 我是Marcus 我是广东话可以 很棒 谢谢 第一个感觉 怨蓝 她只是走出来的神态 整件事就像卡通片人 你好 你好 神态好吗 大家都好吗 缘分有时真的说来就来 在德国明斯特土生土长的 德国人Marcus 从来都未踏足过亚洲 七年前 因为有德国朋友来香港开智商公司 他就决定来香港工作开门界 人生路不熟 但刚巧他跟咖啡之间 就有个普通朋友 我的朋友 不如你带我的朋友到处逛逛逛 然后好像逆我 她是第一个亚洲女孩 我认识她 她从初开始规触我 你是初开始吗 对 对 对 最搞笑的是这位德国暖男 原来一见到咖啡 竟然很悶悶珠 她说真相是 很多德妹都鬼死这么高傲 被港女更难服侍 所以当德男遇见港女 就觉得我们份爱温柔可爱 两个人一拍即合 墮入爱河 不过拍拖不久 Marcus在香港的公司 就要撤离 她唯有回德国 咖啡就要面对人生的抉择 去还是留呢 我们不是富有 Marcus份工也不是富有 你去一个新的国家 你不是就这样 为了爱情麻木地走 你德文要从女儿子学到 有人会掃街 什么都忘记的时候 那怎么办 掃街平开 掃街平开 当然是分开 所以中学选了 去吧 咖啡在香港肚生肚长 大学毕业之后 做过广告公司 电视台 是事业型叻女 平时指挥惯人做事 突然之间 如果一个港女来到 就会对比很大 不过来到第一份工作 做的工作就是汽车统计 没有人有通过来 就说你去这条街 就数这个方向 由哪辆车去哪个方向 这辆车是什么车 电单车是小型货车 什么的士订单车 我觉得很好笑 怎样 这里全民街得宇 德国人是不会跟你说英文的 所以当香港人来到 就变成又聋又雅 不懂得闻 连餐厅都不帮他请你做事应 唯有在街上数一下车 女人很多都是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变黑 以前咖啡在香港还很白正 现在为了他心爱的男人 唯有日晒雨淋 皮肤也粗了不少 第二份工作我做了油猜 那辆车是… 前面有两箱信 后面有一箱 很重的 我又不能平衡 我试过全家单车反而跌下来 然后信息散了 那些途人走过来帮我折 中间会落冰 你踩单车的时候 冰都打到你的表面 然后信息又戒至手都损了 嫁出香港之后的故事 并不是秋天的童话 再漂亮的风景都不能当饭吃 在德国完全没有人没有物 有苦只有自己知道 我不能很容易认识朋友 没什么人明白我 就是因为这个寓意 那时候来到的时候 跟小朋友沟通 我未必…未必可以沟通得到 然后… 你那一刻只有老公 你什么都做不到 你小小事都要老公帮 我连填一张方文 自己都不能完成 所以妹妹觉得… 很浪费 什么都做不到 原来当初 连南方都不忍心开口 叫咖啡移居过来德国 她有没有跟你说 叫你跟她回德国 她没有叫我回德国 就是你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 为什么不请她跟她 跟她回来 其实我真的想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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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想要她的心 因为… 像… 像… 把她拆除她的族 对 对 那是… 对 我觉得你很勇敢 因为… 女孩始终都是想男孩开口 肯定是想她开口 说一句 不如你陪我走 你跟我回德国 她也很勇敢 但她的丫头又不开口 很不捨得 对 所以谁说也不重要 我觉得当时 我未必会学 未必会再有机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其实香港女孩常常被误解 港女拜金 要嫁个有钱人 我认识的女孩不是这样 我认识的女孩很多是白痴 为了爱情, 什么都肯制 你哪儿 他们也都有 我认识的女孩 和女孩 敌人 要做什么 就是她的女孩 也会 是 我认识耶 我认识 不过 有什么 是 有个人 我认识 你是 她 我认识 找人 如果你 你 尚尚尚尚尚尚 米蘑菇 演講權 Cash 不懂殺嬌的女人 原本也沒想過要跟外國人拍拖 偏偏懈後來香港公幹的 可愛德國仔Marcus 如果你當初沒有下這個決定 來到德國的話 你猜你現在在香港是怎樣的 我可能會在香港繼續發展我的事業 還有做盛女 你這麼肯定不會找到一個男朋友 在香港可能男生也很想有個小鳥魚人 好像台灣女生一樣,很溫柔 我開工時動起腳 然後說話大大聲 所以我真的很難做一個… 我不懂得說 總之我要做自己 你看看她看你的眼神 她好像小寶寶一樣看著你 多麼純真、真、真、很真 因為Marcus在香港公司 要切離要回德國 咖啡決定放棄一切 嫁到來德國 她老公鄉下一個名叫明斯特的小城 兩夫妻一切由零開始 咖啡為什麼選擇這區 地頭 地頭就是由小地大 對,她是Mister大 所以你今天就在這裡放棄生根 咖啡住的這區 是屬於明斯特的郊區 嫁到來德國並不是住古堡 而是住德國的居屋 如果這個居屋是五千多元租 就包稅了 五千多元租就包稅了 對…如果不是居屋是正常的 那就七千多元 去家裡, 展示你的地方 當然 是居屋 不錯, 很有家的感覺 為什麼這裡是廚房 多不多煮東西吃嗎 多, 都煮 因為出去吃很貴 好, 這個是你們的水廣 是王大小 然後還有很多活動的空間 很多地方玩 如果這個廚房是另一間屋 在香港的話, 你看多大 雖然租金算便宜 但是在德國生活 衣食行買東西, 每樣都貴 收入還要給政府25% 投家靠老公Marcus 一個人的收入會很吃力 咖啡沒有半句怨言出來打工 雖然在香港讀到大學畢業 但是現在就要在德國超市做執貨 但是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有一種打不死的小強精神 現在除了執貨 看看 學校也要問 蛋白室叫I-wise 這樣吧 碳水發行, 這個是潛艷 然後就寄院回家塗 執貨吧, 要塗為甚麼 這樣 那我要進步, 有第二個位置 我一定是不懂得 你的工作樂趣就是看這些 沒錯, 看了, 有甚麼牌子 你問哪一隻牌子, 我也知道是哪 然後你問芝士, Tiramisu哪一隻 哪一隻正的, 我也找些樂趣 在德國除了老公之外 沒有人沒有物, 身處一座孤島 咖啡唯有偶爾跟香港的媽媽掃苦 你好, 我是伯母 我是陳貝兒 你好, 陳貝兒, 你好 你好 先看你, 先看你 在德國, 一定會找你談心事 你有沒有勸他 不如算吧, 不如回到香港吧 德國真的不對 再回來也沒問題 無論遇到甚麼困難 都要樂觀一點面對 而且會知道 香港還有媽媽和弟弟 都會很關心 你媽媽說, 如果你有甚麼不開心 隨時回香港 對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意思的 如果你回到一個小適 你不會回到後再回來 然後我相信這條路 如果我回去 要不就全部回去, 像是來德國 我要跟Marcus再分開 還是很傷 除了傷之外, 我還要跟別人交代 我每次交代, 我就自己瘀傷自己的一遍 灑一灑一灑 我還不是只有一個朋友 我還要交代一百遍、十遍 最負面的, 我無論如何都沒想過離開 我無論如何都要在這裡 我無法幫助自己的時候 最終的解決方法就是靠海耳夢 就是做運動 我們這些港女可能是多要求性 但要做一件事也不是… 也不是那麼弱雞 就是我們會做到 所以我就是覺得 如果只要努力的話 是做到的話, 是沒甚麼做不到的 當一個男人看到一個女人 可以為了自己這麼義無反顧 所以對她也特別好 你做得正確的事 所以我覺得你很… 很老婆 很老婆 最高興的, 其實… 我早上7點, 很早 然後我還要踩單車上班 要半小時, 要煮午餐 即是預備食物 我要5時2起床 這麼早? 對, 其實她的工作是回復 無論她回復, 她也會陪我起床 幫我保護我的飯 歐洲近年接二連三發生恐襲 在柏林, 去年才有一宗 幾十人命傷亡的慘劇 現在這個世界是瘋的 你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有意外又恐襲 你很害怕對方有事 你就會抱她抱她 你小心點 那不是你要求她的 我沒有要求 你沒有要求她, 她會自發性地做的 對 我會想要花太多時間 她在晚上 不會去演唱 不會去演唱 不會去外出 我和我的朋友非常多次 像我以前做的 所以我們可以花更多時間一起 那是很可愛 我們可以感受到你愛 和在咖啡這幾天的愛 我非常感激 好,謝謝 對,那是一個男人要做的 對,我覺得我感受到這個責任 她花了很多 我來之前,我有聽過你的故事 我第一個感覺是一個很勇敢的女人 放棄了 其實倒一步,倒一步 你倒一步 其他所有香港女人結婚 其實倒一步 我覺得就算我不是隔離德國 我在香港和一個香港男人結婚 其實倒一步 還是結婚,有機會離婚 所有的事情都是倒一步 其實女人就是這樣 你結婚的時候 你… 像你說的,是怎樣你都不會知道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 如果那個男人 是真的夠愛你 好像你老公那樣愛你的話 你是真的為他掃街也值得 你覺得這個女人 是一個很好的時刻 我覺得這個女人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對愛 是很渴求的 當然有拍過拖 有喜歡過人 但甚麼為之是真愛 甚麼為之是愛 我自己… 我自己還沒掌握得到 然後我看到咖啡和她的嬉嬉紅 她的老公 那種老套來講 好像是千年收得共枕棉的感覺 你想想 一個是香港女人 一個是德國男人 多難才可以在一起呢 但其實都已經不要緊 因為他們倆相信 所以我也很羨慕,沒有咖啡 我喜歡你 太好了 我很愛你,夏美 我很羨慕她可以找到一個… 這麼愛她的男人 我在她們的眼神裡面 看到是…很有愛 我希望…有個男人會用這種眼神來看我 而這個眼神或這種感覺 是值得為她放棄一切的 明天,當辣椒說話 明天,當辣椒說話 她的女兒遇上德國烈火奶奶 婆式大戰,一觸即發 我這樣做 好嗎? 好嗎? 很粗獷,說話就是… 做 不,我們要… 稍後,我們要坐四個前面 我會有一個好處 我會給你 我會給你